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说来说去你看看 都是理上的 还在纠结 比方说 哎呀 这是什么道理 比方说 哎呀 这是怎么个意思 都是在理上扣根 自己学佛也差不多七八年了 基本上都是在研究理 但是他总有问题 仔细讲 不把这问题搞明白了 我就念不起去这佛 那这么多年学佛都干什么了呢 就扣理了 所谓的解形相应 我得先解才能行 嗯 其实这是我们的现代末法的通修的 所说修行人的通病 你不管你说是先误后修也好 先修后误也好 你看看自己几年过去了 甚至十几年过去了 你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一步都没前进 常跟大家说 你那理智都再多 你没做到等于零 打个比方 佛是大一王 是 一句佛是阿且陀药 什么意思 治你一切病 什么病 你的妄想 你的分别 你的执着 你的贪嗔痴 最毒的病是贪嗔痴 佛都能治 大家明白 可是我们信吗 不信啊 所以这些佛号 我们不知道它的力量 所以大家明白 我们在这个礼上去抠 就像我们害病了 找这个中医啊 找医生看病啊 医生给你开药方 所谓这个药方能治你这个病 所说有佛法就有办法 什么叫佛法无边 你有多少问题 佛有多少办法帮你解决 你有多少求 佛有多方便帮你应 这叫有求必应 佛是门宗有求必应 佛是门宗不舍一人 真实不虚 所以说 在心经讲 度一切苦恶 是的 你有什么问题 佛法都能给你解决 这个表示佛是个大一王 可是我们拿到这个药方之后 去纠结 去研究 这个宗药 它制什么的 这副药配多了 配少了 反正你怎么研究 你就是不去岸方抓药 去吃 去服用 天天要念佛的 就像天天吃饭一样 结果你不听 这副药要天天吃的 我就在研究 我就不吃 在这喜欢搞理的人 就是这个状态 你不吃 你能好病吗 你什么时候研究明白 佛把他的果地的功德 直接给我们了 我们不懂 叫果觉 阿弥陀佛用五节的修行 发四十八愿来度我们 把这个功德 直接的果给我们 直接跟大家分享过 相当于不用你种地 直接把馒头给你 那么用医生的方式 怎么样大家明白 这个道理呢 我们去看病 他不是要你做成中医 你学中医 佛就像那一个老中医 我都学五十年了 不用你学 这个老中医 把他五十年的修行 把他五十年的积累经验 直接给你开药方 治你的病 不用你去学 变成中医 这叫佛把他的果 直接给你 你不用学 按我说的吃药就行了 你就好了 这就等于 佛把他学的东西 最高的成就 直接给你了 就这么个比方 大家懂了 要不然你生病了 你先学个中医啊 等你学好了再看病吗 那个中医已经学好了 已经成就了 直接给你这个果 你吃个现成的 你竟然不要 完了你不信 你在那研究 你这个病不会好的 然后你还愿这个中医 这个中医水平太差 我念佛不灵 这吃的药不好使 你拿药方能好使吗 你不服用 所以行 就像这患者要吃药一样 一定要服用 要按期 叫一文深入 常知心修 一句佛号念到底 那真心怎么体现呢 他对一切人 一切事 都是真的 很多人 大家看看 所谓念佛人 在佛堂 家里的佛堂 或者道场 或者是 我们讲的 这个打佛妻好 觉得在佛面前 念佛 我对佛是真心 你看他对佛经 对老师的经教 也算是尊重 可是只要一出了 那个佛堂 对外面的人事物 就不一定了 产生了严重的分别执着 我们就是 在私院 或者在道场 或者在佛堂前 觉得还可以 可是你一到生活工作上 你完全另外一个人 严重的分别 甚至其脑恨 贪恋 怨恨 恼怒烦 都来了 斤斤计较也来了 所以说 这个叫真心吗 不是 若是真心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都是一如 事件的事情 他从不放心上 名利 恩怨 不存在 别赞叹就开心 不赞叹就起烦恼 说人家毛病 你就难受 那叫真心吗 真心是如入不动 表现出来 世间一切事情 随缘 他心里念念念佛 我想去西方 我就等佛来接我 世间的事 是随缘做 没有任何欲念 所说对阿弥陀佛 对无量寿经 对师父上经教 他从不怀疑 这叫真心 大家就体会 我们都说 自己为真心 都是自己为真心 嘴上念佛 功课也做 可是你一到事上 你就跟着他去了 关键时刻 你能想起来佛吗 你爱佛 老师教你的去做了吗 没有 还是按自己洗洗去干 所说那些毛病 洗洗一点都没去掉 所以大家体会这个真心 人在不分别 不执着 那个时候 那得有相当的定功 那个状态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他没有分别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可以这么说 这个状态 那个心才是真的 我们自信 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严重分别执着的 你说你是真心 你怎么是真心的 嘴上说 我要求往生 我要念佛 可是事一来了呢 你早忘光了 是不是按佛法去走的呢 遇到人事物 不是 还是按自私自利 世间法 我不能吃亏 这叫真心吗 真正的真心 不是这样的 所说的真的如入不动啊 毁誉不动啊 世间的东西 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天天就等阿弥陀佛来接我呀 从来没怀疑佛 不来接我呀 在事上要练呢 要磨练呢 什么叫修行 你会吗 你会二六事中 起心动念 行住坐卧 都在定中 对一切人 一切事 都是这种平等心 何况你还有 赠爱 怨恨 恼怒 喜欢不喜欢 这个我喜欢吃 那个喜欢穿 你这叫真心吗 这就叫忘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杂蒲